中国每年消耗约6万亿度电 其中大约60%来自燃煤发电 如何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资源 一场能源结构的变革 正在超级装备的助力下实现 这里是世界上单体规模最大的煤液化基地 实现煤变油的前端工艺核心装备 就是眼前这12套10万等级空分装置 每小时能生产10万立方米氧气 没有这种能从空气中分离出氧和氮 为化工项目提供燃料的大功率空分设备 煤炭的高效清洁化利用就无法实现 一场比拼 正在这些庞然大物间展开 六套来自德国巨头林德 已经顺利出氧 六套来自中国的航氧 今天第一次试车 现场工作人员传回信息 出氧开始 控制大厅里 三十多名工作人员密切监测着数据的变化 到场的全是国内空分领域的专家 所有人都把目光对准了120米长的大屏幕 上面是70多台关键设备的实时数据 十万等级空分装置的国产化 是中国空分装备业六十多年来的梦想 高纯度高等级制氧核心技术 2013年前一直掌握在外国人手里 韩依松和他的团队 是这套国产十万等级空分装置的设计者 大家最关心的是出氧数据的变化 数据最终定格在99.87% 高出99.6%的行业标准 试车成功了 这里未来每年能生产405万吨成品油 可以有效调节中国负煤缺油的能源供给状况 这是韩依松和团队整整研发了十年的成果 这次十万空分的制造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性能更优 然后更低规模更大的空分装置 韩依松的信心来自2000公里外 这个占地62万平方米的研发集群 现在相当于所有的东西 容易在这里边积聚形成一个叶范点 更新更先进的空分装置研发已经开始 韩依松把从宁夏试车现场取回的数据带给了团队 那我们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数据改一改 填料是韩依松优化的第一个环节 这些铝箔是空分装置里重要的填料 1000多片铝箔盘成一个填料盘 300多块填料盘组成一个金流毯 韩依松他们正在攻关 如何把15万等级空分填料的直径 从6米缩小到5.8米 直径越小出氧越多 但难度也越大 这是国际空分领域竞争的技术高地 铝箔间距的任何改变 都需要对整套装置风潮孔洞的间隙 角度波纹走向等参数进行重新调整 每一次重新设计好的填料 都需要在这间流体力学实验室进行实测 水顺着细小的沟槽流下来 气会沿着孔洞升上去 这种分离法就像酿酒师利用酒精和水的沸点不同 来蒸馏酒一样 空分工程师们在金流塔内把空气降温成液体 利用氧弹的沸点不同进行分离 今天是韩一松进行的第五十次实验 我们还需要做几百甚至上千次的实验 我们有信心做出世界上最好最先进的空分装备 这些实验设施是韩一松他们的研发利器 作为全球最大最完备的空分装置试验基地 这里拥有八个关键实验平台 全都是中国自主设计制造 这是全球最先进的低温液氧液氮泵测试平台 能够模拟零下196度的工作状态 不间断地进行72小时测试 这是全球最大的空分塔内建流体试验台位 直径6米以内的15万和更高等级空分装置的测试需求 它全都可以满足 实验室旁边就是厂房 优化数据后全新制造的10万等级空分装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